HELLO 大家好,我是電眼踏霜,我是劉咪肝 今天1月26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喔 在美國今天是大家搶先預購 Apple智慧喇叭轟喊的好日子 轟喊都要上市啦 其實智慧喇叭市場都已經熱好聲 準備要進入我們的小家庭了 只不過這些智慧喇叭最重要的就是AI溝通功能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智慧的助理跟中文夠熟 所以他們要突擊到我們家 可能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啦 有一種科技邊緣人的感覺 除了HomePod的預購之外 今天26號也是台北國際電玩展開展第一天 當然我們會在展中替大家知道有哪些好玩的遊戲啦 另外我們家11也在週末玩什麼裡面 替大家整理了電玩展當中有哪些星座可以試玩到喔 另外今天26號令玩家們激動的就是魔物獵人世界狩獵剪鏡啦 你們看魔物獵人世界的PS4 Pro 桶桶包很帥吧 這麼帥的桶桶包在今天電玩展當中有800碳 就是限量搶購 小天包現在播出時間是9點嘛 電玩展10點才開門 現在卻還搶得到喔 接下來就把iOS陣營跟Android陣營的各自有系統更新的消息 iOS 11.3的預覽出爐囉 新增了四周全新的Animoji 有龍啊 獅子 然後熊 還有骷髏頭 我覺得獅子真的超級可愛的 另外你的手機也會開始顯示電池的健康狀態 然後它會建議你是否要去維修電池 看了Apple在犯了重怒之後呢 對電池一提也是特別的小心謹慎啦 另外Android陣營則是公告了Oreal 8.1的新功能 它會在你連周圍的WiFi之前先告訴你這些WiFi的網速如何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要等到連到WiFi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它是快是滿嘛 不過呢 Oreal 8.1呢 就是用了四個層級來告訴你這些WiFi的品質如何囉 分別是Slow、OK、Fast跟Very Fast Very Fast就代表是可以收看高畫質影片的網速囉 那喜歡今天客氣小電報的話呢 別忘記要給我們的影片一個Line 還有訂閱訂閱上收看我們的頻道 要幫我們頻道的小鈴鐺打開 才能收到第一時間的影片囉 掰掰